hello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套 关于python的就业班学习课程 hello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呢 我准备跟大家分享的是 一套关于python自学的一套课程 他那个就是就业班的 为什么我说是就业班的 我给他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目录吧 大家稍等一下 我等一下我的 稍点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吧 这是一套课程 大家看一下他的覆盖率比较广 就是说涵盖的范围 他的课程是关于python的 python是一门语言吧 最近比较热门 然后我自己个人也在学 然后如果是自己 如果真的正好八戒的去报个这个班的话 我就会了解了一下 可能要花个不说几万吧 一万吧挂钱总要吧 对不对 你去学一个这个班 然后他这也是什么呢 他这也就是一些 也就是这些上课的一些辅导班的一个课程 就是说他的视频吧 然后我自己是在学的 然后感觉不错 所以我今天要拿出来分享给大家 分享给大家的话 就是说为了给那些跟我一样 对这些感兴趣的 也喜欢用那个业余时间学习一些东西的 好一些朋友 然后这些我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 他涵盖的东西可能比较广 不一定你要全部学 但是我自己是打算是全部学的 因为就是说 虽然不尽大概 但是我自己要了解一下对不对 然后我觉得他这个东西很有用 对我的工作 或者是对我的一些平时的一些东西来说 特别是如果你的工作是 就是说 除非你是搬砖的对吧 好吧用不到对不对 那普通的 就是说你上个班什么都多多少少 你学的这个是会用得到的 比如他他里面你学了个基础 的话 那他面你可以用他的一些语言来编写一个小程序 帮我们完成一些简单的繁琐的工作 啊 这个具体的工作的话 我这个也不好讲 因为你学了之后你就知道了 他可以写个程序吗 对不对 因为我们 不管是电脑手机什么跟APP 都是用程序写出来的吧 然后这个东西的话 拍成这么语言的话 说大点 基本上是说什么都能干 就是说你只要你自己去会 如果你不会的话 你也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些教程 对不对 然后我们现在看这个课程 就是为了学这个东西 是不是 然后我们平时用业余时间去学 我想大家最了解的应该就是这个爬虫 比如这个爬虫 对不对 其他的东西可能不是很了解 比如这个啊 flask框架 jango框架 这些就是用来做网站的啊 做网站的 然后这些html css 这些东西 啊 ggs什么东西 都是用来做前端web web开发的啊 然后数据库什么东西 他还有一些计算法 什么机器人工智能都他都有 就是说这道课程说话价值很 我个人感觉价值很高的 我是感觉宝贝一样的 我只把它备份了好几份 是怕什么他丢了 然后今天的话 我自己也学了啊 学了我学了将近快三分之一 学了快一半了啊 快一半了快一半了 然后大家建议大家的话 如果时间多的话可以慢慢的学 然后不多的话 如果或者不感兴趣的话 可以抽抽取的一点学 比如说我对这个爬虫感兴趣 我就收 学一下这个爬虫 但是可能的话 说实话 看你自己的领悟能力对不对 有些人就是可以可以就是说 我看了这东西 单独学这个东西 我就能理解 有些不理解的 我自己去搜索一下一些相关的知识 对不对 毕竟知识是连贯的 就像我们读一个小学 对不对 必须为什么读小学 因为你不读小学 你高中的你肯定不会 对不对 所以它有一个连贯性 但是这个连贯性也不一定是必然的 因为你连贯性 你前面学的东西很多 但不一定在后面就完全全部用到这个 用到这个上面 有一部分可能是用不到的 所以你可以针对性的学 也可以全部的学 像我的想法就是说 我先隆隆隆隆的把这些视频先看一遍 对不对 我自己的话 不光是看这个视频 我自己是有买书 有去学那个东西的 花的精力也比较多 因为这个大环境的情况下 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时间也比较多 上班的话 时间也不像以前人那么赶了 所以我挤出点时间来学这个东西 我个人来讲是对我很有收益的 希望大家对大家也有收益有用 这个的话我就讲到这里吧 这个我会全部上传到YouTube里面 然后我再讲一下大家不要去 有些人会可能我上传了之后 大家可以说 我去卖个钱或者什么东西 再千万别干这种事情 好吧 我上传这个东西 我声明声明再声明 这个东西不是我的 版权不是我的 我只是说 用来给大家分享的 一起学习一下 我的初衷真的是 就是说给大家学习一下吧 不要去大家有些人 真的是我我认识有有有些人 就是说他去把我 我就比如我这个分享一个视频 对不对 然后他就拿去给人家卖钱了 这个何必呢 对不对 这个东西如果是你的话 那可以 那本来不是我的 那你不要干这种事情 好吧 那我这边说明一下 就是说这个东西的话 我只是说拿来感觉自己学的有用 那我也想跟大家分享给大家 然后给大家就是说好的东西要永远来分享 对不对 啊 就是分享给大家一起学习吧 啊 一起进步啊 每天学习点啊 到时间的累积是可怕的 对不对 他是无穷的 啊 我们嗯 随地实穿啊 终究就会把这个东西吃掉啊 吃下来 好 看一下来 啊 那我这个因为他的量太大了 大家也看到了 啊 他有这个36个大课程 每个课程里面有很多这些对不对 啊 所以我上传我 我 时间可能比较长跨的比较长 啊 然后 然后叫什么 我看一下啊 然后他这个YouTube好像有限制 啊 我昨天上传的时候 他说我上传的太多了 那我休息休息一下啊 啊 然后我说我不累 他还是要我休息一下 那好吧 那休息一下就休息一下 对吧 人家人家啊 这么关心我的身体 那我就休息一下呗 那就隔一下到时候再上传 啊 大家关注我的时候 可能就是说有比较多的提醒啊 大家建议大家啊 不要嫌弃好吧 啊 啊 然后我会把这些事情全部上传上去 然后给大家学习 方便大家学习 啊 啊 比较方便吧 因为啊 如果 啊好吧 我也不知道说的方法 他就没做视频 说了一下要忘了 啊 那最后我还是大家广告吧 大家可以那个 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 那里面也会分享一些视频 一些啊 不是视频一些资源 然后大家这边 我还是建议大家就说帮个忙 就是说 因为我 呃 说这个 呃 那个微信公众号有时候会发一些广告嘛 就是 那他会 那个广告里面啊 大家 呃 不是要大家买什么或者干嘛 对吧 大家只需要帮我把那个文章 呃 点开一下啊 快速的滑一栋浏览一下就行了 呃 不需要大家多那种 呃 大家敢不敢去看不看都无所谓 你只要点开进去滑一下 然后 呃 如果那个叫什么 呃 你个 就怎么再想支持我的话 就是说点一下下面的广告 他下面不是有个广告吗 每篇文章可能会下面一个广告 大家点一下 点一下关了就可以了 大家还不需要去争取买或者什么东西 呃 这个我不建议大家 对不对啊 这个话我 我也是说实话 我就说可以可能会得到一点 呃 呃 一小点 你点一次吧 可能我得可以有几分钱的 那个吧 收益吧 啊 很少很少很少 哈 啊 但是我这个人是什么 啊 不贪 就是让我跟前面说的随地实穿吗 慢慢的积累 啊 我也不是说靠这个吃饭 靠这么啊 靠这个维生对不对 那 如果你愿意支持的话 你就举手之劳 啊 帮忙点一下 那你如果不愿意的话 那你算了 还不勉强 啊 然后 呃 好吧 那今天就到这里 啊 谢谢大家的关注 谢谢大家的观看 好 啊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